看就不說 你剛剛不是說你要刷裡面嗎 結果你不刷 你剛剛你在看什麼 你在看啥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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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麼沒看什麼 好 開掰開掰開掰 音樂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魚 你是誰 我是小拉 看到小拉 我們這次又是MOTO狂改 那我們狂改的部分呢 這次是用KRV KRV是我的KRV啦 其實已經出差不多快一年了 已經八九個月了 所以改的也差不多了 目前 我挺喜歡的 我改的狀況呢 就是只剩下一些小部分東西 那小部分東西 有一些我在等廠商還沒出來等等 我們就先這樣先介紹給大家 現在我在找後搖臂 等一下要給大家看一下後搖臂原廠的部分 再來引擎的部分 我們之後再看有什麼引擎 還沒有完整 所以我們在等引擎的部分 然後後搖臂 其他部分我大部分都改完了 只剩下彩貼 到時候再等彩貼商 他現在很忙 快去小姐 可以吧 可以 今天不會算錯吧 上次沒算錯 今天穿很漂亮 漂亮嗎 為了你 謝謝 不是為了我 是為了大家 我是幫大家謀福利 那我們就先從上面這邊開始算好了 這一個把手的部分呢 從這邊來看 我們先從煞車系統好了 煞車系統左邊是RCS14 一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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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右邊是RCS15的CC版本 CC版本是比較貴一點 那這個是一萬六 一萬六 好 再來是凱瑞斯的把手 把手的部分呢 是九千 九千 目前儀錶的一些什麼Carbon那些 我有訂來的 不過目前還在合 所以還沒有上好 好這個握把是六百塊 六百 然後平衡端子是ZOO的五百五 那這個螺絲喔 目前上面都是Porty的正態 鎖好鎖滿 到時候一起算 這一個Bad Panda壞熊貓的封鏡 壞熊貓的封鏡 壞熊貓的封鏡的部分是 好像兩千四 兩千四 好了 再來就是這個CMOTA的後照鏡 我把它折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CMOTA的後照鏡 這一個是九千塊 純Carbon很輕喔 然後接下來下面的部分呢 又是這一組倒叉 是大家很熟悉的倒叉 就是GJ的FS 現在新的價格是四萬二 要漲價了 然後配上金內管 等一下還有方道球 所以說配起來的話 大約是四萬七 四萬七 這一顆新的M50 StyleMart的卡鉗 我這次用的 不是用M50 那這個是新款的 那這一款的話 單顆是一萬六千五 一萬六千五 穿後的油管 ABS版本 大概在兩千五 那這一個碟盤的部分 這個是三角洲的碟盤 浮動碟大概是三千二 三千二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是我們 WALKER RACING 999R 旋風款 它這一顆輪框是 我們算一對啦 前後一對 三萬六 所以後框就會有 一對是三萬六 三萬六 前面的部分大約是這樣 還有一個這個萬十吐槽 好這個吐槽 是我拿六代近戰的吐槽 寬度一樣 然後鎖上去了 萬十吐槽四千八 四千八 現在前面多少 前面就已經十六萬了 那我們現在還是往後面來看 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先看就是 這個APEX的踏桿 這踏桿大概1950 度胎的大概2350 2350 這支是GJMS的GP5SRT HIGHLOW 好長喔 就是GJMS的後幣這機可調式高低速 這個是一萬三千八 一萬三千八 今年所有東西都漲價 現在訂的是一萬四千三 我當初是一萬三千八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牛王排氣管 這是合格的牛王排氣管 九千八 九千八 傳動啦 我是有改那個前面梁灰啊 後面TYX 價位算起來大概在八千塊 八千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搖臂部分 覺得很可惜啊 因為搖臂的部分呢 目前現在原廠的還沒得改 所以就只能先這樣 碟盤的部分我們先看 我們碟盤這個是穿歐的後碟盤 穿歐後碟盤 我是用浮動碟 穿歐浮動碟是三千五 三千五 OK 這個是超級工廠的卡座 加上螃蟹的話 差不多在八千塊 八千 卡座不便宜啊 然後配上後油管 穿歐的後油管 差不多在三千五 那這個APEX的後吐除擋一板 這個是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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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1950 21萬 21萬 這邊還有這邊還有 剛剛的輪框旋風款已經講過了 跟前面一起算過三萬六 我們現在來算左邊這邊 我們換了鏈條 齒盤鏈條組 這邊我們換了齒盤跟鏈條組 整個換完了 齒盤鏈條組呢 大概換了要花一萬二 一萬二 包含鏈條一些相關的 然後其他中柱這些加高啊 一些都有用好的 剩下的東西就比較少啊 就是我裡面引擎的部分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部分呢 我們就有改了一個香菇頭的部分 那香菇頭大概其實有一千塊而已 一千 對一千塊 那只是因為香菇頭的部分呢 一定要配有那個電腦 那電腦的部分呢 我目前還是用MINIFY 那我有訂了RCX 所以等RCX來的時候 就會有RCX 現在MINIFY的話是9500 9500 對 那這邊帶來一個行車記錄器 因為我把行車記錄器裝在這裡 那行車記錄器是小瘋音 小瘋音的話也是7500 好啦 那接下來其實是差不多 像看到這個 我這邊有貼Carbon片 Carbon的布品呢 我們後續會再慢慢的補上 然後一些相關的 現在目前的話 這些泰羅斯的部分 我們再總算一下 泰羅斯應該要個3萬塊 3萬 對 那我們現在大概都差不多算完這樣子 那這次金額是多少 27萬1450 27萬 其實一台車改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27萬 然後目前現在搖幣還沒有出現 那我們再等看有沒有搖幣 然後一些Carbon啊彩貼弄一弄 應該湊個30 不過現在我們預算那個搖幣的金額 應該會到3、4萬塊 所以到時候可能這台車改完 應該會要35萬左右 還有其他相關的東西 之後我們陸續續等產品出來 再來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摸摸狂買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你的IG要嗎 不用 掰掰 會被人家發現什麼 喔 殺小啊 幹這在吹喇叭 哇 doing 哇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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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